今天我说的这些,不用知道为什么,只要照着做,几年以后你一定会来感谢我的 这是我花了整整十个小时才整理总结的十条不惑之年的感悟 不到40岁很难全都理解 第一,如果人家帮了你的忙,不要以请客吃饭来作为暴打 因为请别人吃饭,只能增进感情,并不是回报了人家 吃饭是交朋友,不是还人情 这个年代没有人缺你这一顿饭,对方反而会觉得你占用了他的时间 吃饭可以继续吃,但是人情该还还是要还 第二,忍着一生,三分努力,六分运气加上一分的天赋 有努力有运气你可以得九分,有运气有天赋你也能得七分 有努力有天赋但是没运气,你连及格都达不到 冯唐一老,李广南风,历史上的人才被埋没的实在太多了 何况咱还只是个普通人呢 所以,人过中年要接受自己的平庸 运气不好的时候不要过多的精神内耗 运气好的时候也不要膨胀 踏踏实实,趁着东风多赚钱多存钱 别觉得自己多了不起 世界就是个草台班子,只是运气好上了那个位置而已 第三,不管什么时候,不要主动撕破脸 遇到垃圾人,默默远离他就是了 不管有什么矛盾,最好不要当第一个掀桌子的人 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既然在他的身上已经吃了亏,干嘛还要撕破脸呢 保留一个形式上的朋友,说不定将来还用得上 第四,做什么事情,一定要低调 不要炫耀,留几张底牌 一上来就把所有的能力都展现出来 会让周围的人产生戒备心,对你产生敌意 还容易给自己招来很多不该干的活 做好分内的事就行了 第五,读书肯定不是底层翻身的唯一出路 但读书是性价比最高的出路 说读书无用的人,要么是不读书自我安慰 要么是不想让你翻身 第六,不必为了所谓的合群而参加没有意义的社交 与其花时间在无用社交上,不如用来提升自己 一个人的人脉不在于自己认识多少人 而在于自己有多少东西能跟别人进行交换 如果你没有别人想要的东西 认识的人再多也帮不上你的忙 第七,宁愿错过也不要做错 凡事要三思而后行 普通人没有试错成本 错一次可能就会万劫不复 启动一件事情之前一定要考虑四个方面 第一,这件事情是否未来可期 是否可持续发展 第二,做这件事情对自己和别人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第三,如果失败了自己能不能承担这个后果 第四,过程中自己要付出什么 是否能够承受得起 只有这四点全都通过了才能启动 否则宁可错过机会 也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 因为普通人没有后悔的资本 第八,与人交往中要懂得有所保留 毫无保留并不是真诚而是傻 真正志同道合的人并不是因为你对他毫无保留 而是因为你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足够吸引他 你就想一想自己 你想要接近的人是因为他对你毫无保留 还是因为他身上有吸引你的点呢 明白了这个你就不会再做傻事了 第九,找你借钱的时候 赌咒发誓一定能还的 大部分都还不上 这种人发毒誓的时候 甚至连自己的父母孩子家人都要捎带上 你想一想一个对待家人都不在乎的人 他能在乎你吗 所以越是这种人借钱越不能借 第十,不要试图去改变一个人 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 改造一个人远不如重新选择一个人 因为江山一改本性难移 我说的这些在学生时代你可能感触不深 成年之后这些道理就会开始受用 到了40岁就会后悔自己知道的太晚了 不信的话你就看看评论区怎么说的吧